七常委亮相现场显诡异 疑似不祥之兆 早知二十大内幕 白宫先下手 中共领事称胡锦涛重返会场投票 西班牙媒体揭穿 德国总理准备访问北京 形成大缩水 习近平连任 中国富豪精英加速逃离 不寻常三天两次 美俄北约防长紧急通话 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希望之声TV环球看点 我是王静怡 今天是10月25号星期二 我们来关注下面一组消息 中共新一届政治局常委名单显示 习近平的权力达到了顶峰 胡锦涛被驾走这一事件 有分析认为是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同时前党魁江泽民也没有露面 显示已经没有任何政治老人可以挑战习近平了 但是20大新常委露面的时候 又有一个不寻常的情况引起了新的议论 原来10月23号 习近平率领20届新常委 步入记者会现场的时候 外界惊奇的发现 7名常委站在台上 身后的背景是一片血红 根据资料显示 中共第17、18、19届常委的亮相仪式 都有江山图为背景 但是这一届的常委亮相 江山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片血红 民间纷纷热议 这是中共垮台的不祥之兆 把江山给整没了 江山打完了坐 坐完了还打 那还剩什么了 怎么说呢 很应景 最后的班子 好兆头啊 可喜可贺 不仅国内的江山丢了 二十大的结果 国际上大多数的国家政府都保持了沉默 据时评人士杨威观察 中共党媒披露的外国政党政要祝贺习近平连任的名单 政府首脑屈指可数 只有俄罗斯、朝鲜、巴基斯坦、斯里兰卡、捷克、塞尔维亚、巴勒斯坦、肯尼亚等国 不仅是数量少 也没有分量 剩余的名单 只好用一些政党或者是个人来凑数 而整个西方社会和绝大多数的国家政府 实际上都没有认同中共的党代表大会 杨威指出 中共指望获得执政合法性的企图落空了 美国和西方各国和大多数的国家应该都再次确认 指望中共政权开放、透明 仍然是不可能 中共还会继续试图打破国际规则、乱搅局 与其打交道 务必要小心 杨威分析 美国人不愿意接受 所以提前下手了 白宫可能是在先前就已经收到了入选名单 因为中共内部应该一直都有中情局的内线 反习派官员、退休高官红二代 也可能主动递送情报 以换取在美国的财产和家人的安全 或寻求推翻习近平的政权 他认为白宫早早就已经知道 中共不会改变对美的策略 而是想方设法要维持与美国的对抗 因此白宫在二十大前就抢先祭出前所未有的制裁 这些行动很难说只是个巧合 10月7日美国宣布对中国实施最强烈的芯片等制裁 12日发布国家安全战略 抢在二十大之前将中共视为最紧迫的战略挑战 定义为头号对手 再次为中美关系定调 中共二十大开始之后 美国仍在时刻关注 包括台湾问题 在二十大名单公布的前两天 美国军方高层就说 中共武力犯台的时间点 会从2027年提前到2024年以前 另外有评论说 从今开始 习近平阵营在前方经济之路的每一次跌倒 都会成为中共政权进一步走向衰败的显著标志 中共二十大闭幕式上 前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 被工作人员拉离现场的一幕震动了海外 中共战狼在海外积极地洗白这一事件 力图展示二十大是个团结的大会 胡锦涛被拉走 发生在2300多名中共代表进行暗箱投票之后 和集体举手表决之前的一段时间 当时中外记者已经进入了北京人民大会堂 准备进行报道 而中共驻西班牙巴塞隆纳总领事朱金阳 却在推特上说 胡锦涛其实再次回到现场 还参加了投票 朱金阳还用西班牙语发推说 西方媒体一贯故意隐瞒现实 心怀不轨 在休息之后 胡锦涛回到了大会 并亲自投票 他值得尊重和鼓掌 西班牙主流媒体ABC的报道 立刻做了反驳 说中共领事朱金阳散布谣言 称胡锦涛被强行带走之后 重返中共二十大会场 朱金阳还转发视频 显示胡锦涛正在投票 但事实是 闭门投票发生在胡锦涛被拉出去之前 而并非如朱金阳所说的 胡锦涛返回后进行了投票 ABC强调 胡锦涛被拉出会场之后 再也没有返回人民大会堂的会议厅 也没有参加举手表决 数百名报道此次活动的记者 以及他们拍摄的图片 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ABC的记者在推特质问朱金阳 为何要散布谎言 却被朱金阳立刻拉黑了 报道说 朱金阳是中共外宣系统中 最活跃的战狼之一 他们持续的骚扰那些发布 不符合他们口味的新闻的媒体 此前多家媒体曾披露 德国总理肖尔茨将在11月初访问中国 并与习近平会晤 而且他是疫情以来西方七国集团 首位访华的国家领导人 德国联邦政府发言人赫博斯特莱特 10月24日表示 肖尔茨决定在11月初访问中国 但这次行程非常短暂 据悉肖尔茨此次访问实际上是一日游 甚至没有计划在北京过夜 赫博斯特莱特为肖尔茨的访华行程辩护 说肖尔茨已经在今年的4月份 对日本进行了首次访问 他还将在11月中旬出访越南新加坡 并前往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出席20国集团峰会 肖尔茨认为 对中共国家主席也进行首次访问是必要的 德国商报报道 西门子公司和大众集团的执行长 预计将伴随肖尔茨访华 而奔驰德意志银行和软体企业 SAP公司的主管则选择不参加这一短暂的访问 法国世界报日前也报道 法国总统马克龙曾希望和肖尔茨一起访华 以展示欧洲的团结 但肖尔茨则倾向于单独访问 不过肖尔茨这次行程比外界预计的大大缩水了 德国官方称是因为中国的疫情政策非常复杂 但外界推测这与德国近期关于中共参股汉堡港的风波有关 由于肖尔茨被认为暗中推动 因此他也成为了联合政府六个部门的重视之地 他们仍在坚持政府禁令 和肖尔茨的缩水访华行程相对应的是 德国总统斯坦麦尔今天抵达基辅进行突袭访问 这时斯坦麦尔自2月24号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首度到访 他此行将会晤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斯坦麦尔在声明中指出 他前来除了提供军事援助 也将着重于协助乌克兰修复被破坏的基础设施 像是电网水管以及供卵系统 在冬天到来之前尽快完成重建工作 斯坦麦尔表示 我很期待与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在基辅会面 同时我想对乌克兰的人民说 你们可以依靠德国 英国媒体金融时报报道 随着习近平破例的延长任期 令中国大陆的富豪和精英 对中国未来越来越悲观 不仅担心口袋里的钱会消失 也越来越担忧自身的安危 打算在习近平实现无限期统治之前脱逃 报道说 二十大对中国企业精英可能是个重要的转折点 过去外界猜测习近平面临中共内部的压力 会减缓防疫清零和当局对商业领域的控制 但是二十大之后 这种可能性越来越渺茫 长期与中港富商家族合作的欧洲律师莱斯·佩兰斯表示 很多中国企业家族在国内经济中获益几十年 如今他们打算开始执行逃生计划 莱斯·佩兰斯透露 最近至少有三个客人要求他将资产合法地转移到安全的离岸司法管辖区 安排家人在中国以外的地方获得新国籍及居所等 他们担心中共以传闻中的高税制来取代共同护育中的自愿捐款 也害怕如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和指控张高丽的中国网球女教彭帅 以及失踪五年之后 在上海被判刑的明天系创办人肖建华等人一样的下场 对自身安危感到担忧 报道说 多家律师事务所董事或合伙人 包含总部位于新加坡的湾区事务所 和在中国拥有6000名员工的邓腾斯·罗迪克公司等都指出 以前香港是中国富豪家庭或精英青睐的资产存放地或居住地 在北京加强对香港控制之后 他们便把目光放在了新加坡 希望能够举家搬迁 同时转移他们的资金 报道透露 上海 北京等地的移民公司都接受到这些人的申请 他们想获得有卓越成就者之类的美国绿卡 而这些精英们等候绿卡的时间 往往比中国富豪们 以投资方式获得绿卡还要来得快 近日因为俄乌战争而正在暗暗对峙的俄罗斯和美国北约三方 在三天之内两次进行了紧急通话 被外界视为不太寻常 路透社报道 互相通话的是俄罗斯国防部长少一谷 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 以及法国 土耳其和英国三个北约国家 少一谷三号两度和奥斯汀通话 俄罗斯当局没有透露谈话的细节 尽管如此 路透社仍然有一些消息传出来 说俄罗斯国防部警告 俄乌战争正在朝着进一步不受控制的升级趋势发展 此外 少一谷也分别与土耳其国防部长阿卡尔 和英国国防部长华莱士进行了交谈 而在这些通话进行的同时 在俄乌战场上 俄乌正在相互指控 对方计划炸毁乌克兰南部赫尔松州的水利发电厂的水坝 据悉 水坝若遭到破坏 会淹没乌南大片的土地 造成的损失等同于投下了一颗原子弹 泽列斯基在20号说 俄军在大坝内布下了地雷 计划将水坝炸毁 一旦水坝溃堤 包括赫尔松在内的80个定居点将被淹没 他呼吁迅速采取游历行动 防止俄国再度发动恐怖袭击 摧毁大坝将意味着异常大规模的灾难 而俄军则称 乌军计划以火箭攻击大坝 目前双方没有提出确切的证据 但已经显露出了可能发生的危险迹象 俄罗斯国防部这次还告知 法国 土耳其和英国三方 担心乌克兰会引爆一枚脏弹 也就是一种大范围传播放射性物质的武器 俄罗斯没有提供证据来证实这种说法 却遭到了美国 英国 法国的官方一致反驳 只称这是对乌克兰的不实指控 是俄方升级局势前的借口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反过来警告 俄罗斯如果使用所谓的脏弹 或者是任何其他核武器 将面临性质严重的后果 因此这次不同寻常的三方对话 是否是俄罗斯采取新动作的先兆 美国和北约均在严密的审视之中 而有嚎叫之鹰之称的 美国最精锐的空中打击师101空降师 目前已经紧急的部署在欧洲 以应对俄乌和北约的紧张关系 据说这个部队可以在几个小时之内 部署到世界任何的战场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 这几天在网上看到几个关于疫情之下 被逼疯了的中国人的消息 想想也真是 吃饭没有着落 工作没有着落 收入没有着落 出门还要看人脸色 实在是扛不住了 想出去透口气 或者是秋天了 农民想出去收割田地 如果是出去被逮住了 轻则会被像牲扣一样训斥 重则会被绑在柱子上抽鞭子 如果不把自己的尊严 思想埋到泥土里面再踩上几脚 真的是很难接受这样的生活 所以很多人就疯了 既然没有关爱 没有善意 那就不如先发之人 既然没有尊严 没有廉耻 那就可以衣不避体 既然没有未来 没有活路 那么我们就不如同归于尽 在一个所有人不思考 听从一个大脑指挥的环境之下 独立思考 就是异类 就是病毒 就会被针对 就是有罪 但是当你有了一个精神病鉴定书的时候 那局面就完全不一样了 你的所有与众不同 都可以算作是持正上岗了 就像是那个姑娘 董姚琼早点有个精神病证明书 或许就不至于 把老爹的命都搭进去了 还被关在精神病院里 所以接下来 或许精神病证明 会成为一个很特别的行业 如果这个行业生意兴隆 或许还能证明 这个国家还是有希望的 对于今天的话题 您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留言区说一说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